我又被愛 星生命體 蘋果粉紅貓綁架了 究竟這次為什麼要綁架我呢? 我記得很多年前她也綁架了我一次 上一次就是因為B420 這次應該是她知道我7月中會有一本輸出 所以她又綁架我了 這次我的書是說什麼呢? 其實我這次的書名叫Mikitopia 這次除了有很多不同的造型照片之外 有我親自寫的一些文章 這次是我第一次出書 很緊張自己 希望在這本書可以令觀眾看完之後 更加了解Mikki是一個真真正正正 是一個怎樣的女生 那本書除了講我的一些內心世界 我這麼多年的入行經過 另一個角度也是希望觀眾可以知道 一個未入行前的一個普通女生 直到入了行 或者做了事之後 其實我有什麼心態上 或者做了我所有東西的轉變 很多人都有問過這條問題 就是我出道的時候 或者早前是比較順利的 有歌 有拍電影 女主角 或者做的角色通常都是比較有發揮 一些 有些 有些 戲做的角色 中間 為什麼無緣無故 究竟是我自己不夠勤力 還是授餘的問題 令我冷卻了 其實我的答案都是 很多事 不是只做這行 其實很多事都是 有些 兩樣東西都是加起來的 沒有說只是 因為我不夠勤力 所以我沒有那些 因為授餘 只是因為授餘 所以我沒有 我覺得是兩樣東西 可能曾經以前小時候 有時候也不會不懂得想 做工作的時候 有一個工作 有一個工作在的時候 你會不懂得好好把握 可能沒有做足準備 都會影響到將來的每一步 到現在有一個新的機會 讓我去做不同方面的發展 我覺得我吸取了以前的教訓 接下來就會更加好 我自己的低潮期 其實我覺得是三四年前 其實環繞著都幾年的 我覺得是比較多的時間 低潮就是可能是事業 很多事情都不順利 我覺得沒得怪的 接下來有一個不同的機會給我的話 我會好好把握 我還有補充 大家千萬不要誤會 因為我去了泰國拍攝 然後是出書 所以就以為是一本 內心世界的一些文字給大家看 最特別就是也會有一首single 會有一個很漂亮的MV 給大家欣賞一下 雖然很久沒有唱過歌 但自己還很期待很興奮去錄音 尤其是我自己出道的時候 都是從音樂開始 所以今次再去錄一首歌 自己會特別開心 還有很多時候都是你想做的工作 你不能選擇 也不能選擇 很多時候都是別人給你去做 未必會做到自己喜歡的事 今次又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 試多些不同的事 都是一個很好的工作 然後再試一下 是你自己喜歡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